民国97年5月14号 当年中国四川在5月12号发生了汶川大地震 伤亡惨重 当时正在住院的前桃源县议员王维任 看到报章媒体来自灾区的报道后 心里感到相当不忍 因此临时向医生请假 带着两碟厚厚的签约大钞来到议会 一口气就向社会处捐出了20万元 要帮助汶川大地震的灾民 说什么也要表达自己的一份心意 也成为当年桃源县府就在专户第一笔民间捐款 王维任曾担任桃源县第十届到第十三届的县议员 过往就经常捐助金钱和物资 帮助社会上的弱势族群 也因此当年看到地震消息后 他也赶忙捐助善款 希望帮助灾区重建 另外当时时任桃源县长朱立伦 以及时任桃源县议会议长曾中议 也都分别以个人名义捐款10万元 希望透过民众的赠债捐款 国际救援组织投入 以及官方的资源管道 能协助四川救灾作业 谢谢观众报道